俗话说居大不易这个词在南韩可说是真实写照 南韩房价过去几年涨势凶猛 不过这一年却跳楼大跌 摊开数据来看 从去年开始南韩房价平均大跌18.63% 首尾部分公寓跌幅更高达三到四成 成交量漏降70%以上 創下历史新低 南韩房价跌一年最主要关键就是 央行政策 南韩央行跟进升息意味房贷利率跟着攀升 正向二十年期房贷利率就高达百分之七点五五 除了银行利率南韩独有的全租房制度更是给了房市致命一级 所谓全租房就是住客不用每个月缴房租 而是在一个期限内向房东缴纳大约房价五到八成的押金 然后在约定期限内房客就可以免费住房 如果不续约的话房东会再把押金还给租客 但是问题来了 南韩近期房价下跌造成许多房东拿这些押金投资 最后惨赔捐款逃逸 租客最后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只能走上绝路 全租房锻炼对南韩房市造成重大冲击 许多人只敢观望不敢出手 不过近期房市却有回闻迹象吗 南韩六月全国房屋交易价格指数只小跌0.05% 是从去年六月开始下跌以来最小的单月跌幅 其中首额房价指数更是小涨0.05% 结束连续11个月的下跌 只是分析师指出小幅上涨恐怕不是真的复苏 想在首都圈买房本来就困难 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考虑购买乡下的房子 或是政府出资的公共住宅 虽然公共住宅可以降低民众压力 但在此之前南韩年轻人不婚不生 低迷的生育率成为另一个社会隐忧 职场妇女忧心生小孩会影响事业 南韩去年出生率只有0.78% 全球最低加剧人口老化问题 尽管尹习岳政府不停出招 祭出高补助等诱因 就是希望大家多增产报国 但是恐怕激烈竞争的环境 加上高房价成为压垮南韩年轻人 成家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 TV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